Hello 大家好 我是邱师傅 那这一集的养生系列呢 将会跟大家分享一道年菜 黄金万两 这一道呢 就是一道海参菜来的 那这一道菜呢 做起来会比较多工 但是 如果你做出来啊 一定会惊喜到你的家人的 好 把海参打开 然后呢 把这个 虾胶放下去 好 可以了 哎哟 看到吗 哇 真哦 那 材料部分呢 首先我们就有180克的虾仁 这个是冷冻的啊 已经是干净了的 过后呢 我们有四条泡发好的毛布森 再来呢 就是一根的葱 跟酱 那调味料的部分呢 我们就有酱油一汤匙 花雕酒一汤匙 然后蚝油一汤匙 再来呢 我们准备一些风车粉 然后呢 适量的盐 然后还有400毫升的鸡膏汤 过后呢 这里我们就有适量的脆脆粉 好 那首先我们就处理材料 OK 我们要几片的姜 然后呢 葱白 过后呢 葱绿我们就把它切成 幼幼的葱花 好 按好 好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要先把海参给煮入味 煮入味过后呢 我们才去量那个虾胶下去 这样我们吃起来的时候啊 海参就有足够的味道了 OK 那首先我们就爆一爆我们的姜葱啦 OK 给点油下去 OK 好 油烧热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下姜葱啦 先爆一爆姜葱 好 姜葱都爆香之后呢 我们就先下蚝油 再来就是花雕酒 再来就是酱油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鸡汤啦 少许的胡椒粉 少许冰糖花 OK 现在先给鸡汤煮滚 OK 好 鸡汤滚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下海参啦 OK 下了海参之后 再滚起来呢 我们就可以灭火啦 好 灭火最少震它15分钟 OK 那第二个步骤啦 我们先要打虾胶 OK 打虾胶啦 我们首先就要把虾抹干 抹不干的话 长流到水分的话呢 这样我们的虾胶打上来呢 就没有这样Q弹的啦 把它轻轻的按下去 抹干 有鸡汤我们就抹鸡汤啦 OK 好 可以啦 很简单 我们就一只一只拍扁 然后每一只我们拍它几下 好了 我们就把拍好的虾 好 可以啦 好 可以啦 好 这里我们给一茶匙的风车粉 适量的盐 再来少许的蛋清 这个一定要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就将虾胶搅拌均匀 这里我们顺时搅 搅到觉得紧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拍它一下 拍它两下 拍它三下 再来搅 OK 再拍多三下 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加入葱花啦 葱花再搅拌一下 拍多三下 好 完成 好 海参已经15分钟了 我们先把海参捞上来 记得捞上来了过后呢 我们就要将它反一反 然后一样我们就准备纸巾 放在纸巾上面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把海参抹干 最重要就是那个 这个内部这边 因为内部呢 如果我们没有抹干呢 等下我们凉了那个虾胶下去 就很容易拖出来的啦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将这个海参的内部 擦一擦粉 这个步骤也非常的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擦粉的话 那个虾胶会粘不紧 外部也一样拍一拍粉 OK 好 好 那接下来的步骤啦 那我们就可以真正的量海参了 好 把海参打开 然后呢 把这个虾胶放下去 后呢 我们就把虾胶铺平 好 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试一试手 然后呢 将这个虾胶 给它弄美 弄美弄滑 好 OK 好 很快海参就凉好啦 那接下来的步骤呢 我们先要开一个炊姜 炊姜方面呢 我们需要两粒的鸡蛋 两颗鸡蛋 然后呢 那我们就慢慢加入炊姜炊粉 1 8 OK 我们先给8汤匙 先把脆姜搅拌均匀 OK 再来多2汤匙 OK 可以再来多2汤匙 一共呢 一共呢 我们是下了12汤匙的 好 那现在我们就慢慢把 粘好的海参 放在一个碗中 然后呢 我们就淋上 脆姜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准备炸 好 现在我们拿一点脆姜 来到测一测油温 放脆姜下去 它马上可以浮上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下了 这里呢 我们要确保 这个海参呢 是给脆姜 包裹着的 OK 然后我们慢慢放下去 慢慢 这里要特别的小心 好 这里我们保持着中火 剩4分钟 好 然后呢 这里我们继续煮我们的红烧汁 将 姜跟葱 捞起来 好 煮的同时呢 我们也试一试味道 如果不够味了 我们就直接加盐 加到了够味 好 可以加 1分之1茶匙的盐下去 先把浮沫捞走 好 然后我们准备 适量的风测粉 好 然后呢 现在我们就进行勾芡的步骤 好 这里我们给适量的老抽 调一调色 嗯 完美 好 四分钟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大火 炸到脆为止了 就可以起了 哇哦 如果不熟悉用筷子的话 不要学我啊 等下 跌下去了 就有免费的纹针了 哎呦 哦 首先 我们就 拌一碗的这个红烧汁 点这红烧汁 可以点红烧汁啊 或者是辣椒酱啊 椒盐啊 你们喜欢 OK 那现在我们 先切一条来看一看 看到吗 哇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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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然后一道非常特别的年菜 黄金万两完成 那这道菜大家要注意的重点呢 就是第一 我们的海参 一定要拿去煮一煮 泡一泡它 给它入味 这样我们吃起来呢 海参才有味的 那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海参内部 一定要差点粉下去 这样我们量那个虾胶 才不容易脱的 那第三个重点呢 今天我这个脆浆呢 就是拿蛋液来开的 那拿蛋液来开呢 它会比较安全一点 整个海参会包裹的比较稳一点 那它不好的东西呢 它是没有这样耐脆 这样如果你们要耐脆一点的呢 就拿水来开这个脆浆 吃起来 它就会比较蓬重 比较脆一点 那第四个重点呢 就是要掌握好我们的油温啦 我们要够烧才放下去 不然的话它就会容易脱粉 然后呢 我们也要控制那个油温来到正熟 里面的那个虾胶的 如果我们一直都保持大火的话 外面已经黑掉了 里面那个虾胶都还没有熟 那最后一个重点呢 今天我就是采用了四斤海味的毛兔生 来做这道菜肴 那喜欢这道年菜的 给我一个赞 分享出去 期待你们的功课 就祝大家新年快乐 步步高升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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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